草莓町是君臨館人口第2次鄉定運動的人口情得館 181年11月草莓町公司提供網友的網球場 給官府省家專門運動館 為了讓打網球的朋友 可以有完成的網球場可以使用 因此野心堅持做全新的網球場 經過一年外交集在這天基金啟用電力 由下安保條代表全新的網球場正式來掛用 為了讓鄉親有經過舒適的環境來打球 因此草莓町公司是來行見網球場 救援都是最大的歡喜 非常感謝公所方面 給我們提供這麼好的設備 也要鼓勵這些愛好網球者 我們要好好的維護好好的經營 然後好好享受網球的快樂運動 很感謝管府這邊和郭北町 和代表主席大家不少中主 競爭在紅頭的 對我們在網球場 在打網球的運動靈靠來講 它顧到他們的腳趾 讓他們健康健康健康運動上海 本來的網球場是在民國75年興建 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的時間 是有很多破損的地方 這次興建工廠總經費2,700多萬 在郭北町民代表會這次行 由頂公所變立專壓經費行見 府的整體網球場 將近有40年的歷史 很多的設施都損壞 這次呢 主題 我們的頂公所變立800萬 但是醫生影響不夠 所以我們頂級中政長 結果我們代表會的努力 增加到2,700萬 我相信 聽說政長 跟我們代表會的努力 大家都有看到 所以我們共同努力 創造更好我們更幸福的府委 過去我們那個頂層 已經在民國75年設置 場地有很多都已經損壞了 排水系統不良 功能性也已經非常差 我們透過新建的網球場 可以增加到 我們的網球愛好者 好朋友的喜愛 也是可以讓他們 可以在網球使用場地 可以增加更安全 原本的網球場 也來行見專民運動館 希望讓婚人鄉親有增加 尤其舒適更安全的運動空間 網球場遷移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為了要興建 我們國米運動館 所以國米運動館 在雲林縣政府還有我們 胡偉政公所 極力的合作之下 那也感謝林文瑞立委 在中央為我們爭取了一億元 我們雲林縣政府也支持了五千萬 那我們胡偉政公所也支持了七千萬 所以共同打造一個非常完善的 一個運動空間 歡迎愛拍球的朋友 可以來到後悔訂立網球場做的運動 記得下一次採訪報道 明明的朋友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